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戴伊里在当时候就是祖前的606年被掳到巴比伦 那是南国第一次被掳 也就是说由第一次被掳归回的索罗巴伯所带领的 回到耶路撒冷 从606年到祖前的536年 前后至少经历了70年 他还活着 这是耶利米书第25章 耶利米曾经预言 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 而戴伊里都经过了这一段的时间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 戴伊里他侍奉还有他的年龄 基本上都非常的长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精彩的故事 因为他从年轻到年老 可以说他的信仰从来没有放松 他立志信靠他的神 因此我们看到上帝高举了戴伊里 在许多的君王的面前 直到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 可以说他大想横通 在六章 戴伊里书的28节 因此我们要从几处的经文来思想 戴伊里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 第一 他在生活上 他信靠神 从戴伊里 我们知道第一章里面年轻的时候 他就表现出对上帝的忠诚 在饮食生活 在知识的学习 而且上帝也赐给他聪明跟知识 也让他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造 在戴伊里书的一章八节 他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饮食的生活 在日常生活 他都以严谨遵行摩西的律法 当然 戴伊里跟他三个朋友被掳到异地去的时候 他们就决心的要遵守上帝的话 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提到有关于饮食的捷径条例 他们非常的看重 当时候的巴比伦 他们许多的食物也败过偶像 如果他们吃了 或者是一些不洁净的食物 就是得罪神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个就是戴伊里和他三个朋友了 他们因为遵守上帝的话 坚持在生活上不妥协 所以上帝就赐给他们的聪明和智慧 比一般的人多十倍 最后还获得了国王的任用 第二 戴伊里他在祷告上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知道尼布贾尼撒 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 当有一天他做了梦 梦到的一些情景 令他非常的震撼 国王说 我自己都忘记了 他的梦 你们一定要给我解释出来 可是大家没有办法 这些所谓的择势 这些所谓的刑法术的 这些博学的人都没有办法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些人都是国王的顾问 国王于是非常的愤怒 要杀他们 包括戴伊里和他三个朋友 在戴伊里书二章十八节提到说 他们就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 将这个奥秘的事能够指明 的确 神是施怜悯的神 也是显明奥秘事情的神 戴伊里相信这位神是听他祷告的 当天晚上他就在祷告当中 得到了上帝的启示 我们看见我们会遇到问题 或者是遇到的一些的阻碍 我们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把我们的需要跟神说 神一定也会帮助我们 无论在生活上 无论是在祷告中 戴伊里都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然后戴伊里知道了上帝的启示 就把这个梦境的讲解 告诉了尼布贾尼撒 这位尼布贾尼撒就对戴伊里说 你既然能够显明这个奥秘的事 你们的神 尘然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王 又是显明这奥秘事情的 我们看见这位全能的神 唯有祂才能够把人心所隐藏的事 能够解开 另外一个戴伊里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就是在危难当中 戴伊里也成为我们极大的榜样 来信靠神 戴伊里是一位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的人 他有美好的灵性 国王于是要准备立他来治理全国 但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这在戴伊里书的第六章也提到 而这些人 他们就设下了圈套 要国王概应 成为法律 就是在三十天里面 不拘任何人 如果在国王以外 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那么最后的结果 就是要扔在狮子坑中 国王也糊里糊涂的就盖了印 立了这个法条 并且颁布施行 但是他们不知道 原来这是要陷害戴伊里的一个诡计 我们都知道 戴伊里既然是如此的忠心 毫无错误 他的办事 别人没有办法挑剔 可是唯有一个办法 可以使戴伊里侵犯了法律 陷他于罪 那就是 非得从他的信仰当中去寻找不可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戴伊里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当然知道 而且也知道 国王盖的玉玺 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他还是照样的 回到自己的家 然后他的窗户 是面向耶路撒冷 他一天三次 他的双膝就跪在地上 来祷告他的神 跟平常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 岂不是违反了刚才 这一群人 想要陷害戴伊里的诡计了吗 没有关系 戴伊里仍然是这样 而且他把窗户是打开的 也不怕别人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戴伊里呢 后来 就是因为违反了这个禁令 就被丢到狮子坑 国王也救不了他 可是我们看到 在这一个恐怖的夜里 虽然戴伊里跟狮子们 这些狮子群在一起 可是上帝不容许狮子 来伤害戴伊里 封住了狮子的口 叫这个狮子不伤害戴伊里 在戴伊里书的六章二十二节 戴伊里很清楚他知道 他忠心的对上帝 而且对国王也没有做过 任何亏损的事情 于是国王就喜出万外 原本以为 这个戴伊里恐怕凶多吉少 于是他知道了 戴伊里活着的时候 赶快的吩咐人 把他从狮子坑里面拉出来 圣经上告诉我们 戴伊里毫发无伤 为什么 因为信靠他的神 因此我们说 戴伊里在生活当中 在祷告里面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危难的时候 都是信靠神的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生活当中 会不会遇到危险呢 会不会遇到了许多的问题 还有许多的试探呢 都会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上帝是我们唯一信赖的对象 纵观戴伊里一生 在他的生命里 有三样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宝贝 这三样呢 第一个就是 他有圣神的灵 在他的里面 圣经上告诉我们 在戴伊里书 至少提到了五次 他里面有圣神的灵 什么叫圣神的灵呢 就是神的灵 在他的里面充满他 一个侍奉者 需要有神的灵 他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他才能够照着神的旨意 来侍奉 当然 神也赐给他 智慧和启示的灵 如同以福所书 第一章十七节 保罗说 我希望在上帝的面前 我祷告 上帝啊 你要赐给这个以福所人 有智慧和启示的灵 同样的 这个圣神的灵 也让戴伊里能够解冒 能够解释这些谜语 还有疑惑 岂不是他里面 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呢 这就是圣神的灵 因此 一个侍奉者 他里面必须要有圣神的灵 才能够指出一条道路 给予他周围的人 第二个值得我们思想的宝贝 就是他心中光明 就是他里面是正直的 心中光明 这个所谓的光明 在新译本就翻译为 真知灼见 因为他里面有真知灼见 有光 他里面没有黑暗 他的形式为人 动机是纯正 耶稣岂不是也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吗 光就是见证 他的内心没有弯曲 他的外在有好的行为 但以理他因为有好的见证和行为 所以别人找不到他误国的把柄 控告他 也找不到任何的错误 所以心中光明 正直非常的重要 当然最后 就是他有非常好的 属灵的生命 我们说圣神的灵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说他心中光明 我们说第三是他 有美好的成熟的灵性 就是一个人 他的内在 他的属灵生命 是成熟的 我们要如何有属灵 成熟的生命呢 很重要的 是因为我们常常的读神的话 思想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来操练自己的生命 能够更加的成熟 可见得 当一个人 他要有美好的 而且成熟的属灵的生命 是要不断的操练 我们看到 但一里有美好的灵性 心中光明 又有圣神的灵 这三样 是他能够在 这么多的国王面前 能够被任用 能够被神所影响 在这个世代当中 成个非常贵重的器皿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有非常成熟的属灵生命 还有对上帝的忠诚 这些都是值得你我来思想的 但愿我们今天 也能够效法待遇你 愿上帝祝福您 下回再见